2017年110万卖掉西安房子,然后到广东惠州买了套海景房 现如今五年时间过去了,看看赔了多少钱 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广东省惠州市 雅坡角一个非常大的海景房小区 2011年这个楼盘第一次开盘,到现如今刚好开发了11年 就已经开发了这么大的规模,看起来像是一个小城 沿着这个海岸线大大小小十几个小区,都是一个开发商开发的 足够容纳十几万人居住,小区内部修建的有学校、商业街 各种各样的小诊所,生活也是越来越方便 大家从空中视角看一下就能看到,这个小区的规模有多大了 从东到西竟然都是一个小区 在去年八月份呢,我在这边住了一个月,认识了一个西安的大姐 她呢,在这个小区有一套78平方31厅的海景房 她说是2017年下半年时候,花92万购买的 当时带精装修,均价12000一个平方吧 不算是一线离海,但是透过楼洞之间那些缝也能看到大海 原本她在2015年时候在西安那边花6000块钱一平方买了一套房 但是到了2017年上半年发现房价涨到了11000亿平方 就感觉有点不可思议,短短两年时间房价竟然涨了这么多 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看看有没有人买 但是刚一挂上去,马上就有人说 你要是卖的话,人家愿意全款 在这种情况下,就把西安的房子卖了 来这边看房,一方面她有养老度假的一个需求 非常向往大海,毕竟长时间在内陆居住 另外一方面呢,她感觉西安的房价已经比较贵了 从五六千亿平方涨到一万多 再买的话很明显不划算了,很容易高位站岗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的海岸线,多么的漂亮 往远方看去,都是大海、蓝天、大山、白云 风景太迷人了,而且在小区旁边还有着这样的大海和沙滩 每年到旺季时候,都有很多人来这边玩海度假 当时她就想,房子就算是自己不住 也完全可以租出去,毕竟这边背靠大城市 在越岗澳达湾区,周边有广州、深圳这样的大城市 房子根本不愁租不出去,而且增值空间也是非常大的 肯定比西安那边大 但是现如今呢,房价的走势完全和她预测的不一样 当年她110万卖掉的那套西安的房子 现如今房价涨到了两万多亿平方 想要重新买的话,需要花220万左右 当年花92万在这个小区买的78平方 31厅的海景房,现如今房价却下跌了 二手房6000多块钱一平方 成交价格就是47,8万那个样子吧 而且呢,中介还明确的告诉她 小区像她那样的房源真的是太多了 成交周期也是非常的漫长 等于说短短5年时间不算这个利息 一套房子赔的有44万左右 更不要说来来回回买了那么多的飞机票和火车票 在租房市场也不景气像她那样的房子 一个月租金就是1500块左右吧 毕竟这个小区八手房真的是太多了 常年累月90%的房子都是控制着没有人住的 对于这些房主来说 有可能买房亏钱了 眼下让她卖房她不愿意 但是眼下让她往外租 她还是很愿意的 综合来说呢,像这样的房子 旁边是大海和沙滩 空气很好,环境也非常的棒 现如今配套越来越成熟 很适合养老和度假 但是真要是来这边投资 那就不建议了 毕竟现如今来看 这种房子真的想住的话 完全也可以租房 收中群体并不是非常的大 大家对于它还不是非买不可 那么大家对此有何看法呢 大家觉得这样的房子如何呢 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 我们一起学习一起探讨 好了,今天这条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喜欢的可以点个关注 拜拜